接过传球外线出手顺利破网 这是金融市传统篮球盛事 联盟杯篮球赛 受到疫情影响 原本5月就应该举办的球赛延到7、8月进行 结果仍吸引40队报名参赛 虽然队伍数量减少 球员们也普遍因为疫情关系影响体力及球技 不过赛事仍相当精彩 其中延长赛就有6场 而2分差的比赛更达10场之多 这次比赛总共40队参加 总共比赛8天共68场赛事 几乎5组 社会组 元宜A组 元宜B组 机关组 少年组 这次比赛竞争比较低 延长赛共有6场 胜户差在2分之内的 共有10场之多 各组实力接近 精彩连点 然后气温热烈 终关这次比赛 由于疫情研制了两个半夜 球员的体力普遍下滑 技术 技术也比较生疏一些 不过他们的斗事力十分坚强 五个级别中 色篮组方面 微笑输果中断五连霸 由捕获战队首度夺冠 接下来9月 新公园杯篮球锦标赛 紧接的登场 社会篮球协会方面 希望有更多篮球爱好者 组队参赛 透过球场切磋球技 提升基隆的基层篮球实力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